2023台北国际观光博览会胜打登场 包括总统蔡英文台北市长蒋万安都亲自出席开幕式 而台北市观光传播局规划的台北馆 也积极宣传城市旅游 旅游业者也推出各种好康的促销方案 希望能够抢工商机 让旅游业在解封之后尽速的附属 总统蔡英文率领交通部观光局副局长林信任 台北市长蒋万安 以及各国旅游驻台代表等贵宾 共同翻开手举牌 宣布2023台北国际观光博览会正式开始 随着全球各国陆续的解封 台湾也从这个月开始疫情等即将接 就在前天5月24号 我们迎来了第200万旅游人次 而除了各旅游业者各国摊位之外 由台北市观光传播局所设置的台北馆 也相当的吸睛 除了台北市吉祥物想赞与大家同欢之外 动物园的食户与大稻城的烟火不紧 也让大家一睹台北市的美丽 台北市本来就是一个很适合理由的城市 我们的交通非常便利 我们到夜市去吃美食小吃也都非常的方便 从白天到晚上都非常的精彩 金牌英国12天 他除了说我们的现在这个时间点 其实算是一个预购的一个 现场直接折1万块之外 我们旅展的现场在有折5000块 所以一共是有一个1万5的一个价差 疫情解封 旅游陆续解禁 这次许多民众一早就来到世贸衣馆先赌为快 各家业者也卯足全力 在行程与金额上释出相当优惠的价格 希望能够刺激买气 吸引消费者下单 让旅游业能够尽早复苏 重回疫情前的风光 九超话长报道 随着疫情的松绑 各地都在拓展观光 抢攻疫后的商机 东北角济宜兰海岸国家风景管理处 串联地方的特色 规划艺术饗宴 民众可以到芙蓉骑单车看沙雕 或是到宜兰壮围欣赏 归山昭日 听音乐会 享受山海美景 放松盛行 新北市芙蓉沙雕享誉国际 每年都吸引大批游客到访 夏日还有民众 西家带卷 骑单车 欣赏海岸风景 台湾东北角 从福隆 延伸到宜兰 有山有海 包含特色农鱼村 适合都市民众 放松轻旅行 就是因为有国际级的一个地景 还有我们的海洋 还有我们的运动 运动观光 都在这边都有 其实非常非常的丰富 沙丘延期 榕树公园 还有未来的这个海峰楼 还有大湖观景平台 这是我们做一个沿海岸的这个旅游景点 来到宜兰壮围 欣赏归山昭日 还能听音乐会 东北角济宜兰海岸国家风景管理处 为了拓展地方观光 融合地景 产业与艺术 规划放大东北角 接力系列活动 以浪漫生活芒花为主题 设计体验游城 还有快闪行动餐车 贩售在地限量商品 即将要开幕的生活节 在福隆 我们在6月9号 我们有沙雕艺术季 同时开幕 然后后续有草地音乐会 啤酒节 风筝节 等等系列活动 欢迎大家来参与 在壮围 我们在6月11号 我们有迎溪时光 朝日音乐会 从6月9号开始的福隆生活节 一直到9月份 加上回为三年后的 共聊音乐祭再度回归 今年夏天 整个东北角活动精彩可齐 公馆处把握机会行销 抢工艺后商机 带动地方发展 记者邱世民台北报道 近来进入求职的旺季也是九年级新鲜人首度步入职场的时候 专家公布有九成七的企业愿意招募应届毕业或是刚退伍的新鲜人 在薪资的方面大学毕业平均的起薪是三万零四百七十一元 而碩士学历则是为三万三千六百二十五元 都创下十年来的新鲜 李哥声响 毕业生离情依依 大伙摩拳擦掌 准备各奔前程 今年侍奉首批九年级生踏出校园 进入职场 又碰上边境解封 疫情降级与普发现金等等就业力多 人力专家公布统计 今年有百分之九一七的企业预计招募新鞋 平均人数大约落在十五人左右 创下今年新高 企业提供新鲜人的起薪是已经止跌反弹 连续三年呈现走洋的一个趋势 那当然除了这个疫后景气复苏的缺工潮之外 企业方面也特别这个想要招募所谓的数位人才 因此锁定这个所谓的新鲜人的网军世代 调查也发现对于毕业或退伍前就开始投递履历的社会新鲜人 有高达七成四的企业愿意提供较高起薪 而且薪资大约高出百分之八点五 也有八成五公司表示 愿意给毕业前面试的求职老鸟族较高的录取机会 此外在履历方面平均一封只会花上约一分半的时间来快筛 尽量扣紧自己大学所需 当然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谈 其实公司的企业文化我蛮欣赏的 因此特别想要应征贵公司 也就是说可以把应征职务的原因 以及企业文化扣紧在一起 想在面试脱颖而出 人资专家提醒 要避免服一不整 一问三不知或答非所问 无法来面试不告知 以及面试迟到等等大计 另外六成企业坦承 新鲜人附上外语履历会有加分作用 甚至也有四成六的资方希望 求职者能附上个人的社群网站连结或是账号 用来参考评估求职者的处事态度 以及是否符合应征职务所需要的属性与特质 记者郭彩勇台北采访报道 台北市市林区金船死亡车祸 一名富人闯红灯穿越马路时 惨遭轿车撞飞 当场就飞进了分隔岛 送医抢救之后仍然是伤重不治 同样发生在市林的 还有一起机车的行车纠纷 嫌犯疑似是陆怒症发作 不但标骂踹车 还将对方的钥匙丢到路旁 警方依法将情绪失控的男子 寒送整版 凌晨五点 驾驶从北向南 开车行经沉得路四段266巷口 意外撞到一名疑似闯红灯的富人 强大的冲击力将她整个人撞飞到分隔岛上 车子挡风玻璃也碎成蜘蛛网状 伤者紧急送医后仍然宣告不治 肇事驾驶九侧值为零 依过失致死罪送办 事故造成行人当场无呼吸心跳 送医急救后宣告不治 士林分局呼吁用路人应遵守交往规则 车辆在行驶时应随时注意车前的状况 另一起事件同样发生在士林 两名机车骑士发生行车纠纷 其中一名秋姓男子情绪失控 朝对方标骂脏话踹车 离开现场后以为对方尾随又再次起冲突 强行拔掉对方机车钥匙并丢弃到路边 整个过程都被后方轿车驾驶给路下 警方获报后通知嫌犯到案说明 证讯后依公然侮辱强制罪嫌送办 另外也呼吁民众遇到行车纠纷 千万要保持理性 避免脱续行为 才能保障双方安全 记者邮湘婷台北采访不到 为了彻底打击国内的毒品与枪支 警政署推动清源专案 藉由各地深入访查 透过警民的合作将犯罪赶出社区 台北市大安分局侦办案件时 得知文山区一名男子疑似非法持有毒品 随即就成立了专案小组 在掌握嫌犯作息与落脚处之后进行搜索 当场就查获四名持有海洛因与安非他命的嫌犯 以及枪支弹药 征讯之后移送法办 大批警力破枪实弹 进入文山区一处民宅攻坚 让詹姓、张姓、周姓与卢姓四名嫌犯 措手不及乖乖就歹 现场还查获第一级毒品海洛因 第二级安非他命等等毒品 而正当警方在詹姓嫌犯住处搜索时 另一名原本要进入屋内的陈姓嫌犯 看到警方拔腿逃跑 远警也随即展开追捕 而在追捕过程当中 陈姓嫌犯分别将枪支与随身包包丢弃在景美运动公园 等到被警方压制逮捕后 带着嫌犯前往运动公园花圃 巡获改造巴西金牛座手枪一把 也在嫌犯丢弃的随身包包之内 发现一个弹夹与10颗子弹 全案征讯后 依违反枪炮弹药刀卸管制条例 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等罪嫌 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 警方并持续向上溯源 追查枪支以及毒品来源 接下来请看生活看板 关心近期重大活动讯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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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